现在美国一制裁中国,他自己把这个缓解美国通胀的这个体系,他自己打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国际资本向东亚流,主要流向的就是日本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中国日本都属于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大,对美国是最大债权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所以为了防止资本流向中国和日本, 意识形态的斗争,新冷战的这种战争,如果打不下去的话,那他肯定会发生局部的热战 我们这第一张片子讲这个全球化危机与中国的战略转型,首先说的是,现在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态势呢, 是一个对G7国家,也就是对西方的发达资本流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在下降,而经济发达国家就G7,G7,他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上涨 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排名,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排序,但是在实体产业领域中,应该说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了 那我们把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发展态势放在历史上看,就应该知道呢,在19世纪,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它只不过是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受侵略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中国有长期的贸易顺差 并且获得了大量的因贸易顺差而形成的白银流入 早在19世纪,中国就占有全球白银的60%以上 当时因为中国国内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 所以如果说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贵金属储备总量 都是那个年代呢,中国都是世界最大的国家 那因为它的出口量大,而导致了西方的长期贸易逆差 那贸易逆差呢,它就得还给中国白银 那它自己的白银不足就要打仗 于是就发生了长期的白银战争 白银战争导致殖民化,殖民化掠动每周的白银 那就变成了奴隶制三角贸易 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那走到今天呢,就重现了这个情况 中国再度发生了经济总量最大,贸易总量最大 并且呢,现在的这个外汇呢,不是贵金属了 变成美元或者欧元这种硬通货了 那中国就变成了世界上外汇储备排在最前面的国家之一 那除了中国还有日本 那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前首相安倍 最近这两天遇刺所引起的很多讨论 这个和什么有关呢 和这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赖债有关 因为中国和日本是第一第二的债权国 尤其是美国的债权国 而美国现在的这个债务呢 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这就像当年西欧欠债过多 那不得不发动战争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呢,我们大家都会有一种担心 就是当西方债务过高的时候 它会走向战争 所以我们看这有一个图告诉大家 西方债务最高的时候呢 发生过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 现在西方的债务高于两次大战那个水平了 那会不会打第三次大战呢 人们都有这种担忧 就是如果我们把整个全球的经济背景 纳入到我们现在分析的全球化危机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危机呢 主要是西方的高负债造成的 那它如果要是正常情况下 西方可以靠增发货币 特别是美国 因为美元是世界第一硬通货嘛 可以靠增发美元来买它的美债 无论是它怎么增加货币 这个货币中的有相当大的部分 是流向了国际的大宗商品市场 来制造全球通货膨胀 这样呢就等于是 它可以在买美债的同时 通过全球通货膨胀 来消化掉过量增发的美元货币 这是历来 就是美国在遭一道危机 每一次它都是大规模增发 所以不论是奥巴马 还是特朗普 还是拜登 都是靠增发货币来给美国现在并入高方的经济续命 那现在的麻烦在于什么呢 大量增发的货币因疫情爆发 供应链受阻 再加上特朗普打击中国用贸易战的方式提高关税 所以客观上的就造成这个美元制造的高通胀 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被中国通过制造业的生产最后提高的产品价格 再回送到美国的时候 这一圈转过来 形成了美国的商品价格的上涨 所以美国现在是消费品价格也开始大幅上涨 于是呢 它的困境 有通货膨胀困境 导致它最终成为了一个 当增发货币导致大宗商品市场上涨 然后最终演化成美国的这个高通胀的时候 它原有的金融资本获利的这个闭环 就全球形成的一个环 就被它自己打破了 这些呢 就是大家注意哈 就是美国的政治家们 或者美国的政客们 他们是只顾眼前利益的 那因此就客观上导致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的 金融恶性膨胀的危机最终表现为美国 国内的高债务高通胀 这是他过不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世界上债权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和日本 现在日本排第一 中国排第二 那只能是向债权国家去做收割 这就跟我刚才说用英文先讲一段故事 其实就指的是二十多年前 刘建之老师带着我们大家去到发展中国家调研的时候 那时候是发展中国家是债务国 直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印象里中国都是外汇存底根本抵不上债务 就我们那点外汇储备和我们欠的债相比 我们是赤字 所以我们当时叫做财政外汇金融 这三个都是赤字 所以那个年代呢 发展中国家喊出口号中国是还的 但是那个很多发展中国家说 我不欠你的我就不还你 现在位置完全颠倒 当年是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来要求我们改变制度 比如中国当时就是整个八九十年代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组织了那么多的给中国的这种教导吧 对中国的制度输入 要求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改变制度 但是现在中国成了最大债权国 美国成了最大债务国 中国能不能派代表团到美国去 要求美国改变制度呢 你必须还债还债就得改变制度 能改吗 那没有办法 他只能走向战争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很多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的这些事件 大家可以和一战二战的很多现象比 人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是这个所谓的文明的毁灭 其实是资论主义在它符合规律的演化过程中最终走向了金融资本阶段 按照当年撒米尔阿明的说法就是内报 他如果要想延缓他的内报 他就得对外转嫁 对外转嫁 转嫁遇到困难不能转嫁的时候 他就要战争手段 所以什么叫做全球化危机和文明的毁灭 它是有规律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说这个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现象啊 其实客观上是这个美国自身 他的这个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他每次通货膨胀都跟他的QE 英文叫做Quantitive Easing 就跟他这个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 他一量化宽松就大量制造美元啊 他开印钞机啊 那开出的印钞机 大部分向发展中国家去转嫁 那主要是向这些大宗商品市场 那他就客观上造成了这种外部的通胀 现在终于通胀到他本国国内了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中国有句俗话 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的所谓的先进 所谓的发达 今天这个泡沫呢 已经被大家看透了 因为眼看着这个泡沫正在一点崩掉 这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因 我们在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这本书里面 给出的一个分析 叫做国家竞争的微效曲线 讲的什么呢 就是美国人越是大规模增加货币 那这个货币呢 就会有一个传导 直接传导到资源输出的这些国家 那就会导致资源输出国家的资源价格上涨 比如你矿石啊 石油啊 天然气啊 粮食啊等等 这些国家的价格就在上涨 那因此他们就等于搭了金融资本国家的变车 那凡属于这些国家有主权的 能够控制本国商品出口的 那他们就变成了唾异者 比如现在俄国通过收回石油主权 它的石油天然气随着出口价格的不断上涨 它就坐收了这个美国制造通胀的收益 伊朗也是这样 大家说美国现在美国又为了让它多生产石油 也不制裁它了 它也会得到溢价的收益 世界上所有拥有资源主权的国家 都会有这个收益 所以我提请大家注意 我们在第一次南南论坛的时候 提出的三S 我们叫做Basic Principle 第一个S就是资源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the resources 拥有资源主权的这些国家 借着美国增发货币 形成的大宗商品价格市场的价格上涨 得到了收益 同时什么呢 因为这些他们得到了收益 而使得能源原材料 矿产和粮食价格上涨 最终都演化成全球动物膨胀 演化成全球动物膨胀 本来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最大生产国 它能中间走一道 就是相当于缓解一下 现在美国一制裁中国 它自己把这个缓解美国通胀的这个体系 它自己打破了 为啥呢 因为新冷战呢 就是说他没有那种真正意义的政治家的分析头脑 他找不到什么更好的意识形态工具 把老冷战搬出来 然后自己拉一个团 结果拉到这个他的联盟 他组建的所谓的民主国家自由市场联盟 恰恰是一批覆盖国 一批高债务国家 而且大家都同样因为这个闭环造成的通货膨胀 大家都在受高通胀之苦 德国这样欧洲的领导型国家 比美国的通胀还高 它九点几了 美国八点几 大家如果看现在这个所谓西方的 什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它是重组 什么自由市场联盟等等这些 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躲不开 它受规律直接影响而形成的 现在这个态势 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国际资本向东亚流 主要流向的就是日本 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 实体经济总量很大 出口量比较大 像这种国家 当然日本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日本现在第一季度也出现了贸易逆差了 但它以前日本一直是很大的贸易顺差的国家 中国日本都属于贸易顺差 外汇储备大 对美国是最大债权国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所以为了防止资本流向 中国和日本 意识形态的斗争 新冷战的这种战争 如果打不下去的话 那它肯定会发生局部的热战 我们叫regional conflicts regional war 这将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在中国周边 日本周边 将会出现这个战争冲突 这种局部热战的可能性极大 我觉得这个刘建制老师组织的这次南南论坛讨论 那个话题非常及时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着紧迫的战争威胁 就在这提醒大家一下 千万要注意战争是赖债国 当帝国这个国家成为债务国的时候 它要赖债的方式就是靠战争 战争打赢了 就去收割那些国家的资产 它就可以战后再度复兴 就可以用它的资本再次控制世界 那好了 因此我们把这个冷战 就老冷战 后冷战和新冷战 作为一个对于国际形势变化的一个归纳 让大家理解 二战之后这个全球化的演变 和它的这个所谓意识形态 作为软实力 以及策动各个国家的内部冲突 作为巧实力 互相配合而推出的冷战过程 它其实一直在继续进行着的